另一頭來看到的是 臺北市長柯文哲的母親 談到顏寬恆 說好人也不一定會贏 不過針對政治解讀 柯媽媽是極力否認 強調自己絕不乾淨 另外談到兒子 柯媽媽也是忍不住抱怨了 柯文哲實在是太忙了 連爸媽的第三劑疫苗 都沒空關心 雨氣滿滿的惋惜 臺北市長柯文哲媽媽 何瑞英口中的好人 正式在臺中第二選區 立委補選落敗的顏寬恆 掌道顏寬恆就是一陣猛誇 但選前巧遇拜廟又一起用餐 引發政治解讀 外傳是民眾黨媒體總監 黃文才居中牽線 但柯媽疑問三不知 撇清關係強調當天是第一次見面 只是後來顏寬恆就輸給民進黨林靜怡 柯媽態度也很直率 曾經當眾批評林靜怡整天罵自己的兒子 父子心切的柯媽便宣傳寧夏夜市美食 也一邊心疼柯文哲 只是近來疫情升溫柯市長更忙碌 柯媽也透露 就連打第三劑疫苗 兒子都沒空幫忙裝羅 抱怨兒子惹來一陣笑聲 黨政市政擦邊球就已經創造聲量 話題十足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